Tonline 職員 執行長 各位老師各位嘉賓 各位同學MY好 今天非常感謝執行長這邊 跟我們分享的管理學人講座第一輪課 剛在吃飯的時候執行長也說過 希望加大的同學能夠跟其他同學不一樣 會問出不一樣的問題 因為剛剛執行長說的 大概很多地方演講過 各式各樣的大學都演講過 他希望對教導同學不一樣的期待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在聽演講的時候 想想看有什麼思考 要自己思考一下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到時候可以請教一下執行長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黃士平教授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這位人物就是 即使我們這一場演講的促神 接下來一切的仇辦活動 那都是這一位老師 他是一個扮演非常會心的角色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蕭晨老師為我們說幾句話 那個我們的將軍政執行長 還有MD 還有那個將軍的親朋好友 以及將軍有帶他IGPC的車友來 那以及我們現場就是 助教還有那個方所長 還有我們的林老師 還有現場還有一些來的外賓 像我們外賓協會的那個蝦小鐵友來 還有最重要是今天的主角 各位那個管理學同學 還有家大同學大家好 好 那因為這一場那個活動 就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緣之下 就是老師跟華為認識了將軍 然後就請他來 然後很多人會一直 他會好奇說為什麼老師會請到 我們的政委員就是政執行長來這樣 當然大家知道說他本身是經營LED事業方面 他在這方面有非常非常接觸的表現 那很符合我們今天我們的管理學講座 那此外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應該是大家也有耳聞到 就是說那個將軍他本身對 保稱有非常非常專業的知識 然後有非常熱烈的很大的認情這樣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那你就有人會好奇說 那老師為什麼會把他找來 因為老師身為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本身會有一個很大的理想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說希望你知道嗎 就是好的生活品味和好的生活素養 是從哪邊來 事實上是從你很多生活興趣來 你對你的生命愛好的熱情 你生命嗜好的熱情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熱情 其實會培養大家一個好的生活品味 當你們有好的生活品味的時候 你們就會有好的創造力 當你們有好的創造力的時候 其實你們可能就會做出一個 比較好的產品 那當你做出一個比較好的產品的時候 下一代什麼 你們就會幫助台灣的建築做得更好 那也可以發展說 因為台灣現在產業希望轉型 轉型了更有美食品味 更有文創人特色 或是更能夠做出品牌來 然後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累積或數量 其實都是要從你本身的 對生活上的體味的欣賞來 那我就是秉持這樣的信念 才會邀請我們的將軍來 因為我覺得給大家一個不同的視野 不同的那個生活環境的感受 其實是重要的 那這也是我們管理學有一個大師 叫日本的大潛靈異大師 他後來他提倡了一連串的歐夫學 歐夫斯關機的意思 你們阿姆斯開機的意思 歐夫斯關機的意思 那他最常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們就是說 事業關係之後 你怎麼樣去過你的生活 他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會激發一個人 很大很大的想像力 然後他也會激發你們 對工作有更大的熱情跟動力 所以這也是 老師要請將軍來的理由 所以大家一定很期待 因為這是一個不同的 就是結合了事業又結合了那個享樂的分享 所以老師不再問大家的時間 我們就熱烈鼓掌 等一下將軍跟我們分享說 如何活出事業與享樂平和的精采人生 好 謝謝大家 我會被想än 你是馬不是說 你呢 你也是馬上 可以替你 我覺得 你的心 馬上 感谢观看